美国新闻访谈元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王牌节目60分钟的主持人迈克华莱士 于当地时间4月7号晚在美国康州去世 享年93岁 华莱士从业60多年来以尖锐辛辣的采访风格和深入独到的报道 组成于世 曾采访多位国际政界知名人物 包括中共独裁者邓小平和江泽民 迈克华莱士引领调查室报道 给观众一种像华莱士这样的记者就是他们的捍卫者的感觉 他自1968年加盟60分钟节目制作组 先后共主持过800多个独家调查性新闻报道 他曾采访过的美国总统包括老布希 雷根 卡特 福特 尼克森以及甘乃迪 而他访问过的外国领导人包括巴拿马独裁者诺列加 前以色列总理北京 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 伊朗总统内贾德 以及中共的邓小平 江泽民等 华莱士的采访风格已认真严谨闻名 并以随机应变提出让受访者错不及防的追问而著称 江泽民一向对自己能接受了华莱士的专访感到得意 2000年 江泽民被香港女记者问及 是否钦点董建华连任行政长官 江勃然大怒 说西方的哪个国家我没去过 美国的华莱士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我跟他谈笑风生 并训斥香港记者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现在在中国与华莱士谈笑风生成为网络热门词 而网民恶搞的图样图三破 随着华莱士的离去而爆红网络 时事评论员赵培认为 从网友嘲笑江泽民来看 反映了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You are the last major communist dictatorship 江泽民在接受这个华莱士官访的时候呢 他可以在摄像机前呢 谈笑风生的撒网说 党在坦克车前的王位没有背负 而且还感受自己是被选出来的领导人 这种脸皮和表现功底呢 明明就是一个小丑型的人物 实际上华莱士在2000年对江泽民的采访中 毫无避讳的指江泽民是共产党独裁者 他说对我而言你就是一个独裁者 一个权力主义者 但是我坦白说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赵培表示 华莱士的逝世和中共的内斗 再次把江泽民推到风头浪尖上 中共内部的江泽民派系呢 和胡锦涛为代表的这个团派 正在处于这个内斗的水深火热之中 最近的百度也有信度的解禁了 国母宋祖英 显示出这个内斗的矛头呢 已经直接指向了江泽民 这次华莱士的逝世呢 更多的是让中国人认清江泽民 作为这个中共的恶党头子 在六四和封锁言论方面的罪恶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对华莱士的评价是 他与腐败政客官僚争斗了半个世纪 而另一位在美国避难的中国人去世 也在美国和中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 4月6号早晨 76岁的中国早期民主运动先驱 方理痴教授突然病逝 中共党史学者资深新闻媒体人林宝华指出 方理痴的去世是对中国专制社会 做出的最后一次冲刺 胡耀芳当年是74岁 当年是不该死的 邓小平是85岁 是该死的 现在方理痴教授76岁 应该是不该死的 李鹏现在84岁了 江泽民86岁了 该死 那么又到了 就是该死的不死 不该死的就死了 张欣宇表示 现在的中国与89年4月的当时背景惊人的相似 那时到处流传 该死的不死 不该死的死了 与现在一样 他说 在2012年 中共这个只有受性的党性 没有人性的犯罪团伙 是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新唐人记者周玉林 宋风 萧宇采访报道